大家好,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呢? 狂升千點之後 講到市,始然今日市極之英俊 高開之後,全日反覆向好 越升越有,升幅一度超過1100點 最後稍稍收集升幅 但有995點的進漲 收到26513點,成交多了不少 1164億,昨天只有600多億 今天升得最強,就是之前跌得最強的股份 就是本地經濟股、銀行、地產、公用股 都有不錯的升幅 其中新世界是表表者,升至10%開外 新地都不弱,都接近10%進漲 有9.8%的升幅 帶動的市場,今天狂升995點 看到今天的升幅之後 可能大部份投資者都問同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點題幾個字 狂升千點之後,究竟怎樣走呢? 恆生指數,或港股整個形勢如何走呢? 從兩方面的角力來分析 第一方面的角力就是基本因素的角力 基本因素是兩方面的 一方面比較好一點,一方面偏淡一點 好一點是甚麼呢? 就是中港的情況 中港無論是政治、經濟形勢都是偏好 先說香港,香港今天為甚麼狂升 而且本地經濟好升最近政局出現了轉變 就是香港政府正式撤回 正式撤回的條例 修訂逃犯條例撤回了 消低出,立即狂升 因為之前在交易時段,大家已經傳出 就會撤回 開始就越升越有,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斷升 雖然是否這樣撤回 整個政局從此一天都光晒 有待觀察 但很明顯這個舉動 肯定是向正面的方向發展 叫做有C柱光線 起碼正面的整件事 這個叫做偏好 另一方面就是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經濟出來的數據都是英俊 今天公布了中國的財新製造業指數 結果出來的數據是比預期為佳 去到50 市場預期都是不行的 都是在50之下 從上50之餘 更加是五個月來的高位 50是榮呼分界線 從上50之事 換言之 中國的製造業就開始擴張了 這個市場人士的解讀就是 中國過去這段時間 一路做了很多措施 去提振經濟 以抗衡在中美貿易戰出現的淡風 現在見到財新的數據出現向好 顯示中國的措施是有刺激的作用 這是向好的 事實上見到財新升到50.4的情況 上證指數亦有反應 今天是再升27點 其實上證指數之前兩個交易 已經突破下降軌至50天線 今天再升 連續三天站在下降軌和50天線之上 顯示中線走勢已經向好 中國方面亦是利好 反之外圍的因素偏淡一點 先說一下美國的情況 美國經濟 以至政治都有一些一般的情況出現 經濟是中國的製造業指數向好的同時 美國的製造業指數 ISM的製造業指數是差的 與中國截然不同 中國從上榮枯分界線 但美國方面跌至49.1 在50之下 跌至收縮的界線 同市場預期的51.3至7月份的51.2 都是有落差的 而且這個數目已經是年至第五個月 ISM和這個數目是2016年1月以來最低的 反映美國製造業正式收縮 這與美國貿易戰的情況相關 而且指數裏面的細項 無論是新訂單、就業 以至出產 其實都是一般的 顯示美國經濟 特別是製造業 雖然製造業佔不多 美國經濟是11%左右 但製造業轉弱 可能是連鎖的反應 影響到大家的投資、消費 對經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的十年期國債知識 仍然在低位徘徊 沒有辦法 明顯回升 是在報1.48 顯示美國經濟差 另一方面 除了美國經濟特別製造業的情況 令人憂慮的同時 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都沒有特別好處 昨天節目提到 外媒報導 美國的七項要求 中國三項條件 大家都互相 很難答應對方 都未必可以在9月份 坐下來談 更加是一個遙遠的事 坐在這裏 行不行 現在外媒覺得的可能性 都不是十分大 出完這宗消息後 昨晚又出新的報導 今次報導說 特朗普相當憤怒 什麼那麼憤怒呢 在8月底時 中國反擊 反擊美國之前提出的加徵關稅措施 特朗普聽到消息後 非常憤怒 一度想將中國現在 對中國方面的關稅比率加倍 幸好據報道財長 以至來自希特 勸他引述 這些大公司的CEO 如果這樣做 就對美國的經濟股市 都帶來痛苦的影響 特朗普稍微調整加稅的幅度 調到5% 這樣的情況顯示特朗普 仍然對整個局勢非常憤怒 你知道人們憤怒起來 可能令中美貿易談判 談得埋爛的可能性 看完片報道後 覺得又減少少 這也是離膽 換言之 中港的情況是離好 但外圍 特別美國是離淡的 這個角力是互相拉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技術性的拉鋸 技術性 今天恆生指數狂升 技術上出現很多利好的走勢 先是突破了20天線 這條橙橙色的線 20天線 以至這條綠色的線 這條橫線 就是頭肩底的頸線 突破頸線 換言之是頭肩底的突破 雖然有待確認 但總而言 突破頭肩底的頸線 是向好的 但與前同時 有些利淡因素局限 包括綠色箭嘴指著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這個位置是26,700點左右 準確是26,671左右 26,700 以至紫色箭嘴指著 就是下跌裂口 這下跌裂口亦是阻力所在 大概是26,500到26,900左右 換言之 技術上雖然有利好 但亦有阻力在前面 加上你看到 今天升得很厲害的股份 很明顯有個像是蓋淡倉 即是平淡倉買盤推動 今天大幅升成一成 平淡倉買盤 可能都消化了七七八八 而且千點升幅 亦是將今天政局的利好消息 亦可能都消化了七七八八 所以再進一步推升本地經濟股的動力 以致整個市的動力 可能都一般 拼過之後 基本因素的有好有淡 技術因素的有好淡之後 初步判斷就是恆生指數 到明天回整的機會大進一步上升 初步回整的水平 可能就是頭肩底頸線 大概二萬六千三 如果失手 可能更加要試試 兩萬六千點的齊頭關口 就是另一個支持 大家留意住 時間關係 今日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